不看更焦慮 二十二集 躁鬱症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人生 躁鬱症到處發光發熱 有時候還會灼傷人 包括灼傷自己 那方醫師提出一個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 活法 那躁鬱症的人生 他是起起落落、起起伏伏的 起伏的程度易於常人 一般來講 如果典型的躁鬱症 他會出現大躁 那個躁鬱 擁有無比的神力 他可以整天不睡覺 然後整天有很多想法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腦袋停不下來 體力也很好 可以一直講話、唱歌、打電話、做創作 幾乎可以一天當三天用 那這種高光的時期 也沒辦法撐很久 到了疲倦的時候呢 就開始進入小躁 那小躁也蠻舒服的 至少還保持活力 但是不會像大躁那麼的誇張 整個半夜跑去跑運動場的都有 所以小躁鬱症已經開始要 降下來 那這些眼吃卯娘的做法呢 會進入小躁 也就是腦袋裡面的神經傳導物質 那些潤滑油 終於有點用完了 那用少了以後就出現小躁 小躁腦力就開始不足 腦力不足就怕煩 只要一些小事情跟他講 他馬上暴跳如雷 所以這個時候並不是小躁那一種 還可以跟人家應付的 講講話的 完全是用那種衝動暴衝的模式 在過日子 但是還有力氣可以跟人家回應 那等到進入大獄 那簡直就是 一片死急 就像下雪的冬天一樣 寸草不生 完全沒有任何的活力 這個時候內心其實是很痛苦的 他並不是很平靜的冬天 是內心 非常的洶湧 好像下面是岩漿 上面蓋著雪地 這時候自殺率也是很高的 所以躁鬱症的大獄來的時候 有時候好幾天 甚至一兩個禮拜 會躺在床上 沒辦法上班的 什麼時候都不想做的 連上廁所接電話 吃飯喝水都不想做的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階段 所以躁鬱症的刺殺率 可以達到三分之一 是一般人的20倍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我們可以這樣說 一般人的生活 總是會起起伏伏的 這也是我們生活的樂趣 有時候開心一點 興奮一點 那有時候悶一點 沒力氣一點 起起落落的 但我們還在一個可以空的範圍內 就像左邊那個一般人的土一樣 可是呢 躁鬱症的患者 他們是大風大浪的 所以整個人生 生活的內容 就扭曲變形 就像右邊那張土一樣 那這種 這個生活要怎麼過呢 方言師提出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說法 首先呢 最簡單的方法 最直接的方法 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 承認你有問題以後 找到一個好的醫生 把藥吃下去 因為躁鬱症的遺傳機率很高 他大概跟思覺失調症 都是前兩名的一個遺傳疾病 那代表這個多巴胺體系的基因呢 有先天上的不足 所以呢 多巴胺起伏太大 他的回饋太慢 所以造成起伏太大 那我們如何把不穩定的多巴胺體系 變成穩定一點呢 這時候啊就需要一個多巴胺穩定劑 那多巴胺穩定劑呢有以下這些 這算是比較第二代的抗精神藥 那裡面又有比較 舊一點的 譬如說像施樂康 新一點的安利富 再更新的 最新的熱土打 那所謂的新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藥效越穩定 副作用越少 那尤其是 這個前面的藥呢 都還會造成比如說體重增加 想睡覺啊 精神不好啊 然後或者是多巴胺刺激抑制過度啊 造成全身僵硬啊 手腳亂動啊 那這種副作用呢隨著後面的藥物的改善 譬如說到安利富甚至到熱土打呢 都被經過這個調整 那像熱土打這個藥啊 它還有一個叫做血清素第七型受體抑制劑 聽起來很有學問 這樣子的一個 機制呢可以滋養大腦 那以前的抗精神藥呢 劑量越高呢 病人就越頓 那現在藥有點相反喔 劑量越高反而滋養越多 病人的認知功能不但沒有降低還會提高 那躁鬱症是什麼呢 躁鬱症就是我們大腦裡面的多巴胺這個體系 鬆掉了 他的回饋機制變慢以後 我們把多巴胺比喻成一條繩子 這條繩子呢 鬆掉了 那鬆掉怎麼讓它變緊呢 如果你只拉一頭的話 比如說多巴胺刺激 或多巴胺抑制 那這繩子呢 不容易拉緊 要拉緊它呢 就要做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要把多巴胺的作用啊 同時刺激 同時抑制 那傳統第一代的多巴胺抑制劑 顧名思義啊 就是抑制多巴胺 擋住多巴胺 讓多巴胺作用降低 可是這樣子做可以嗎 負作用多 而且只拉多巴胺繩子的一頭 那我們要拉兩頭啊 那我們同時把多巴胺擋住以後 還要去刺激它呢 那怎麼樣刺激 有一個藥 就是血清素第二洗抑制劑的作用 那在一個藥物裡面同時有不同的作用 一個作用是 我剛剛提到的多巴胺抑制 那第二個作用呢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血清素第二洗抑制劑 那這個跟多巴胺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因為血清素 他很喜歡去 欺負多巴胺 那欺負的路徑呢就是 第二型受體 血清素的第二型受體 那就好像第二型受體是他的拳頭一樣 那我們要把血清素這個拳頭擋住啊 就要用一個血清素第二型受體抑制劑 讓血清素 沒有辦法 欺負多巴胺 好像是多巴胺的保護令一樣 你知道嗎 讓血清素沒辦法欺負多巴胺 血清素不欺負多巴胺以後 就相當於 幫助多巴胺站起來 你沒有去欺負他 他就能夠站起來 所以這種刺激多巴胺的效果 間接刺激 就跟剛剛多巴胺抑制的效果 相輔相成 那就可以把多巴胺的這個體系 這個繩子的比喻 拉緊 這種大腦神經藥物的作用 跟一般你吃高血壓糖尿病單向的作用 複雜多了 所以用藥 就有一點腦筋 那吃藥是最方便的法門 吃藥以後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三四十分的好處 甚至到五六十分的好處 那這何樂而不為呢 既然先天有缺陷 出生的時候或出廠的時候 這一台車子 四個輪子就少了一個了 那怎麼辦 那只能夠去把這個輪子補上去 直接補上去的那個輪子 就是多巴胺穩定劑 何苦不吃呢 對不對 那以前的藥說有副作用越吃越頓 那人家現在的藥也改善了 不過有些醫生或病人還不理解 那還在用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多種種類的藥造成副作用 可以跟你的醫生建議 給我開最新最沒有副作用的 多巴胺穩定劑 那吃過藥以後 我們總是 自己要負一點責任吧 那方醫師說躁鬱症 三分之一就是來自覺吧 有些躁鬱症的病人不覺得自己有病 他高光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那是自己很厲害 他可以一心多用 一心百用 等到他不好的時候 他會怪別人 都是你們害我 很絕望 很失望 很傷心 一切都是別人害的 所以他一輩子 在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從來不承認這是一個病 既然不承認這個病 怎麼可能會去吃藥呢 所以不斷的製造衝突 然後毀掉自己 毀掉工作 毀掉家人 毀掉朋友 這是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 遭遇這個病人呢 最重要的事情 就要自覺 你發現你在起伏 都沒有什麼大事 你就在起伏 不用你講 你都看到你自己的爸爸或媽媽 甚至兄弟姐妹裡面 也是有人跟你一樣 在起伏的 那你還沒有自覺嗎 等到你有自覺了以後 你就願意去 配合醫生 吃基本的藥 那有自覺以後還可以做什麼呢 譬如說你快要照起來 你突然覺得說 最近講話比較急了 比較快了 提不下來了 想法很多了 那這跟以前的經驗是重複的 你都是一個老鳥了 老司機了 那怎麼辦 那就是要刻意的 去當自己降溫 而不是加速 譬如說你坐不下來 半夜10點 繼續約朋友去酒吧喝酒 喝到自己忙 然後越來越誇張 然後在路邊跳舞 小便 唱歌 隨便搭山路人 那這個就是越來越誇張 會失控的 一台車已經有點失速了 你還在加速踩油門 會撞搶的 所以第一個要有自覺 這時候讓大腦要休息 怎麼休息 如果你想要 最直接的休息 你甚至可以用一點鎮靜劑 給自己降溫 好好去睡個覺 那你也可以去跑步 去走路 走四個小時 讓自己很累 累到沒有辦法照 把大腦能量都用掉 那這都是一個可以降溫的方法 所以在照起來的時候呢 就 少用點腦吧 好好休息吧 這個不好做到 但是你癒的時候你也要自覺 你癒的時候開始怕煩 你就發現你已經怕煩了 更癒的時候 你全身都沒力氣 沒動力 什麼都不想做 本來喜歡的都變不喜歡了 整天只想躺在床上 那怎麼辦呢 那就好好休息吧 因為你的能量已經不夠了 既然知道不夠 那就要徹底休息 讓他早點恢復 而不是說 再去承接任務 然後再去跟人家鬥 再去跟人家相罵 把所剩無幾的能量用完 所以你看照的時候要休息 癒的時候也要休息 甚至要請假在家休息 知道嗎 方便是有一個朋友 每次發病錢 他有感覺到要發病了 他就會請假 避免出事 那早一點休息讓你不要照不要慾 那避免很多 這個 在發病的時候的問題 所以人生要過得順遂 自覺是非常重要的 那方便師畫的這個圖很可愛你看 趙育症的 朋友 你看他要嘛就是接受藥物控制 要嘛就再加上自覺控制 上下其控制 人生保證你比較平穩 把不穩定的多巴胺用藥物穩定 用自覺穩定 好像有兩個力量在幫忙自己 那避免除了藥物跟自覺以外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不要把自己 吃藥吃太多 然後搞到自己好像 活僵屍一樣 病人常常說 我好像吃了這些藥 變得沒什麼活力 那種沒有活力跟生病的沒有活力是不一樣的 我好像沒有什麼情緒 我沒辦法感受到快樂 當然我也沒有感受到悲傷 整天只會吃喝工作 然後看看電視節目 就這樣子過日子 好像有一點悶有點無聊對不對 所以方便師說 遭遇症 也算是人類的社會的前進的動力 很多藝術家 科學家 都有遭遇症的問題 那我們就把這剩下的三分之一的 遭遇的力氣 拿來創作 因為創作會耗損你很多腦力 比如說你畫一張圖 你為什麼要畫這張圖 你的感情是什麼 那你的技法可以把它用什麼來補充 那這個創作跟看書看畫不一樣 創作是一種輸出 你去看一本書開一個電視劇 那不算創作 那是輸入 那你要讓你大腦多餘的能量 有一個正常管道可以輸出 那就是創作 你寫一些詩都可以 方便師聽聞在大陸 現在都要講大陸 有一個 這個外賣的中年男子 他寫詩寫了五千多首詩 他的詩是很白話的詩 比如說 今天訂單不好 只有訂了兩份 但是我還是認真的去接 日子過得很充實 這算一首詩嗎 他算一首詩 然後他就跟這個 在線上跟大家分享 也變成一個紅人 所以我說創作不拘行事 文字的也好 畫圖的也好 唱歌的也好 都算是創作 那我們小兆大兆跟思覺思條 他們都很會創作 有時候 思覺思條的病人 他在看診的時候 拿給他的創作 厚厚的一疊紙 裡面都寫他各式各樣的想法 那種創作會怎麼樣 會有一點點失控 因為他把他的想法全部寫下來 那硬要跟人家分享 因為內容已經超過界限 所以發言師說 不要讓自己 100%的遭遇拿來創作 你如果再超過界限是思覺思條的創作 那就失去邏輯 失去一致性 充滿你個人的想像 那這樣子不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我們應該是 在被調整過控制過 適當的能量 然後拿來做 突破一般人做不到的創作 那這才是好的創作 完全失控的創作 那這是不行的 你看這個幾位 藝術家 包含范古 范古的 這個 可能是因為耳鳴 還是這個聽幻覺 把自己的耳朵割掉 他是真的割掉 割掉後不久 他又拿槍 把自己這個 自殺了 所以范古呢 他的畫畫的生命力 是用他的躁鬱症換來的 那范古是一個很聰明的畫家 他這個思考是很前進的 很敏銳的 可是呢跟當代不合 聽說脾氣也不好 朋友不多 本來跟高跟還不錯 兩個人還可以抱團 後來也不是很好 所以躁鬱症患者 不能拿100%的力氣來創作 只能夠拿一半或三分之一來創作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做居家 韓德爾 我是不認識他 不過聽說他也是一個躁鬱症的患者 那他的彌賽也是很好聽 牛頓就不用講了 牛頓你不要以為他叫牛頓 他脾氣很不好的 一點都不牛 非常牛逼的 OK 牛頓脾氣不好是有名的 那他也是一個躁鬱症 被診斷是這樣 最後一個人是誰 最後一個人是我 那我也有躁鬱症的傾向 但是方醫師 這幾年來 把時間都奉獻給別人 連躁鬱的時間都被省下來的 我根本找不到時間焦慮跟憂鬱 要跟各位請假說對不起給我一天去焦慮一下 給我一天去憂鬱一下 連這個時間都找不到 所以我慢慢的好像也穩定了 所以我的自覺能力變強 我由上而下可以控制自己 方醫師在跟大家分享 為別人忙 拯救自己 好不好 為別人忙 拯救自己 最後 趙宇正要怎麼活呢 趙宇正本來 就是一個 比較厲害的車子 這台車子 因為馬達太強了 不好開 所以你必須要很會開這台車 否則你不太會開 去開一台馬力很強的車子 常常都是 車毀人亡 所以要怎麼活 三分之一吃藥 先把基本盤 拿到鞏固 不要排斥 請醫生開最好的藥給你 從低劑量開始吃 不要一開始吃就把自己嚇到然後翻車 平常維持低劑量 有問題的時候再提高劑量 等到穩定了再回到基本劑量 這個是拿到你的基本盤 第二個 趙宇正的患者 沒有自覺 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起起落落的人生 全部都要合理化 或者是怪罪別人 第三個 趙宇正最後的力氣 保留這一部分 拿來做 創作的事情 人類文明 或文化 藝術的前進 都靠這些 有趙宇正的朋友們 藝術家科學家們 犧牲小我 造就大我 所以把你的力氣 三分之一拿來創作 千萬不要用 100%的力氣 所以趙宇正就這麼活 謝謝各位 想要從醫學的角度 來了解 人生的問題嗎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 所有的親朋好友 讓我們一起提升 臺灣的醫療文化